每个人都在说 有个孩子才是个完整的家庭 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传统的观念 并不是一个 并不是一个就是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一个真理 我是93年的 和我妻子已经结婚三年了 目前选择丁克 不要孩子 两个人看起感情好的话 有没有孩子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就两个人在一起 对吧 他看那件事也好 看他出也好 对吧 可能就是哪怕就是不说话 我觉得我挺踏实的 我不一定对吧 非要按照对吧 就是每个其他人都作本宣科的那个剧本去进行下去 我也是经过好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我就觉得人都活一辈子 对吧 为啥就不能活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人生来 因为我想通了一个问题 就是要孩子跟不要孩子究竟有什么区别 你做这种选择可能有这种选择的乐趣和苦恼 你做另外一种选择呢 肯定也有同样的乐趣跟苦恼 所以我觉得只是一个选择而已 哎呦 你看你都在想伤 我可能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妻子 她的这个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是在犹豫 到底生还是不生 我现在在犹豫 我妈曾经做过一个梦 说医生诊断我以后可能生不出来孩子 我妈就是哭醒了 说我以后会绝后 我其实以前最想生属猪的 今天刚好是 因为她突然就在18年的时候 整个大变了 搞得我现在属猪的我也生不上了 刚结婚开始就并没有想过说要丁克 但是我们在就是尝试两次要孩子之后 都以失败告终了 第一次就是 可能一个多月的时候 再去复检的时候就不太好了 大夫就说说 那个这个你们有个心理准备 这个可能 这个胎儿的这个状态不是很好 然后她就停 她就这个这个这个 停育了 然后调整修养完之后 然后就开始各种检查 检查身体啊 然后就开始各种做准备 然后中药也吃 西药也吃 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啊 和和和心思 就一直在去想呢 能健健康康的 要一个孩子 然后到最后她还是 还是没有要上 我就觉得啊 这样的话 我说我何苦呢 就本来要孩子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 为什么非非要就是 搞得搞得像一个像一个任务一样 自她想当丁克以后 我们是大吵过一家 具体当时两个人也没有交流清楚 后来就这个问题就 进区 大家就没有谈过 你不能结了关 你突然告诉我 我不想生孩子了 那你走干啥呢 万一我执意想要呢 我暂时没有找到一个 合适的一个沟通的方式 所以没有找到之前 我可能不会去太主动的跟她说这个 我就希望她自己能想明白 她自己能把想法转变过来 如果选择丁克的话 你的这个烦恼可能 多的应该是来源于 就是一开始做这个决定 并且告诉 告诉两个人的家庭之后 家庭带给你们的这些 这些压力 烦恼 就我今天刚好特别错 你知道吗 跟我爸我爸一块去看我姐吗 然后在楼下的时候碰见一个阿姨 我说阿姨好 然后她就问我爸 你过天还没生孩子呀 赶紧生个让你爸给你带孩子呀 我就 就很郁闻你知道吗 你这么意见感对我妈 那个情绪夸展 幽藏 本来很高思 有70%的人会告诉我说 孙子大了 应该生了孩子了 但是有其中30%的人跟我说 要孩子并不像 看上去那么幸福 尤其是当 丧偶是育儿出现的时候 我会更是无情 偶尔听见身边的朋友怀孕 就自己会很着急 基本上结了婚的都已经怀孕了 我就是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我可能就比较坚决 养老问题不是我考虑的大问题 我考虑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俩选择听课 以后如果是一个先走的话 另一个人怎么办 孩子的独立性 相对比较强的话 早晚会从父母身边离开的 他也会有这个他自己的家庭 不一定对吧 你老了之后 对吧 他能给你过多的陪伴 我预感在我32岁的时候 想清楚这一件事情 就是具体的生还是不生 我到时候应该会给自己个交代 抚养孩子的这个过程中 真的很多事情是你力不从心的 就是你即便是你的孩子想去改变 你想去改变 但是现实是你是改变不了的 身边也有过的是丁克生活的这种人 我觉得就是看他们的生活状态 并没有说是没有孩子之后 会过得很差 反而他们看起来更有活力一点吧 可能就是更潇洒更洒脱一点吧 如果他非要铁钉 但是我到时候32岁 对这个节点我突然觉得说 这个孩子我一定要有的时候 势必会出现一个方法 他如果觉得 就是没有孩子 然后我们俩时间很多 没有共同的一些事情去做 他如果因为这个苦恼的话 我会去跟他 就是这个好好沟通的 想当母亲的权利 这是他最基本的权利 对吧 我也有选择不去做一名父亲的权利 如果因为这个问题 他最后选择 我要去生孩子 但是你又不想要孩子的话 我可以去重新选择一个 愿意跟我生孩子 愿意跟我组成一个家庭的人 他如果有这个决定的话 我 应该是会尊重他的决定 应该是会尊重他的决定